大家好,我是赵老师,欢迎来到赵老师书法课堂 我们这期视频接着讲后面三个生字 先看雪,这个雪是一个什么结构? 上下结构,是吧?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它整体的这个形态啊 这个字它是上宽下窄的造型 上宽下窄 那你看雨字头它在这个字里面是个什么作用啊? 是覆盖的作用 覆盖的作用 那覆盖作用,我们雨字头就要写宽一点了 是吧?你看雨字头,我们就不能写窄了 要写宽一点 有同学把雨字头写的特别窄的啊 都能给上,都能跟下面一样宽 这样就丑了啊 这样是不对的 上面宽一点,下面窄一点这个导材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纵向 你看看完横向,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纵向 这个雨字头你看一下,观察一下,是不是比这个岛山还长一点 哎,有同学就说了,老师你以前讲过这个雨字头要写扁啊 要写扁,然后下面拉长一点 但是你要看在什么字里面啊,比如说你看这个雪字 这个雪下面是个岛山,笔画很少很简单 那我们下面的雨字头就可以相对拉长一点 那什么情况,它雨字头要写扁啊 下面笔画比较稠密,比较复杂 下面比较大的时候 所以那我们这个雨字头要写扁一点 给下面疼控 下面小的时候雨字头就可以写长一点,懂吗 比如说你看那个撑霸的霸,对吧 那个霸那个雨字头下面那可稠密了 那笔画又多,字形又长 所以我们这个雨字头就要压缩一点,给它留空 那下面小的不就可以舒展一点,不就可以大一点,长一点吗 是吧,是这样的,要看下面是什么情况 雨字头是短,是扁还是长 是要根据下面的这个笔画的稠密啊,大小来定的啊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雨字头可以,你看,这个树可以稍微拉长一点 点可以往下这样点一点 这个四个点要写紧凑啊 你不要写分鸭,有同学这个四个点写得可败起来 你看看 这四个点要写得紧凑 一定要写得紧凑啊 然后这个点 这个点横勾这里,我还要说一下 有同学这个点啊 点啊,你看这 变成这样的 这是怎么写吗 它不光是在雨字头里面这样写 在宝盖头里面也得这样写 凸宝盖也这样写啊 反正就这边这个点树点的时候,它都会写成写啊 这样是错的啊 它是放大了之后是这样的啊 油轻倒重的啊 一个树底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是个点,它不是个小匹啊 然后,嗯,我们再看第二个字 花 花朵的花 花,这也是个上下结构 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个画 这个花我们也要重点讲一讲啊 你看这个花上面我们 草字头这一部分 站的要点一面小一点 是吧 下面要长一点大一点 有的同学 把这个草字头写的特别长 我问你这个草字头 它是长横吗 它在这里面能写这么长吗 如果你看上面是长横 一般都起覆盖作用 这个草字头你觉得能起覆盖作用吗 它下面你要知道 还有一个树弯钩往外放呢 这个草字头它肯定是遮不住的 所以这个草字头的横不是长横 当然也不是短横 它是一个中长横啊 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的 中长横 这样的 还有这里面的草字头 大家注意一下啊 其实大多数草字头 它都是什么 上面长底下短一点的 哎我这个 没写好再来一次啊 上面你看长一点啊 然后下面短一点 你看见没有 占它总长度的 上面占总长度的三分之二 差不多 瞧见没有 那为什么算上面长下面短呢 它这个和左右结构两面相互避让 笔划相互避让 那个道理是也是一样的 这个上下结构也这样 你看它这个树要拉长 下面你看 那就离得远了 因为下面有东西要写 所以我们下面给它 收一点往上延伸 你看它们就上下 不就能够写得紧凑了吗 如果你要 这个有的同学 你看它这个草字头啊 上面短下面长 那你看你再写花的时候 你这个脖子太长了 是不是啊 你这个脖子也有点太长了 你这一段中间这个就不紧凑了 离得远了 你看这个横 离它 你看它们这个中间的距离 多矿了 太长了 所以说这个草字头 你记住了 是上面长一点 占总长度三分之二 下面横下面 要稍短一点 占三分之一 为什么下面要短 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因为下面有东西要写 所以我们要避让一下 为了和上下 上下关系更紧凑 是不是 那你来看下面这个画 你看这半部分 这个撇从哪儿起笔呢 就从这个小树的 正下方起笔就可以了呀 有同学还搞不清楚啊 这个撇和树弯弱的天哪 这 这离得特别远啊 下面这个写得特别宽 这个撇是从这个树的 正下方起笔的 然后你看在他的这个撇的偏上方写树 为什么说着在这个撇的偏上方写树呢 而不是在偏下方或者是中间写呢 偏上方写为了这里面更紧凑是吧 你往后面写它就胖了吗 这个树和树弯弓拉得远了 这个字它就胖了 所以这个树是在这个撇的偏上方写的 然后你看这个小撇啊 树弯弓 这个树弯弓从哪里起笔的 是在这个这个树的正下方起笔的 你看看 你看这样的 看见没有 哎 你看它俩是正对着的 看见没有啊 所以你这个宽度就好把握了 对吧 这个撇 小撇是出尖的啊 是不是我经常遇到有同学 这个撇写不出尖啊 是不是有没有同学这样写的 有的啊 这个撇不出尖 它是错别字啊 错别字 这个撇是必须要出尖的 在这个花里面啊 看见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树 大家要注意 树弯弓它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啊 下面不是对齐的 树弯弓要稍微高一点 这个字整体的最低部分是树 是树 看见没有 这里是你看 树这边低一点 树弯弓稍微高一点 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 很多同学都把它写的一样 你看看 一样 在一条水平线上一样低啊 这样也不对的啊 它是最低的部分 树弯弓比它稍微高一点 好 你看这个花 我们就讲完了 然后看入 这个字非常简单 只有两笔一笔一纳 你就打开 打开 你看 这个皮啊 短一点纳 往后延伸 这个纳比它要稍低一点啊 比它稍微低一点点 这个 这个入就没什么讲了 你这个皮纳拾展开 哎不要写的那么 那么 左吧 有同学这样写的 头特别长 有同学 这个头上面 头写的特别长啊 跟长领路似的 你想它难看吗 你想想 这个头不要写那么长啊 你看看 这么一段就可以了 你千万不要 我写成这样吧 就还真有这样写了 你下面要短一点 上面短一点 然后下面这样拉开 你看往两边这样隐身 是吧 这个纳脚压往后送 千万不要把这个写成长领路 我在给同学们 课下上课的时候 线下上课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同学 把上面写得更长领路似的 这样不好看啊 是不好看的 好我们这期视频 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三个字的具体的 怎么书写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雪字的书写 上下结构先写语字头 短行 注意这是个点啊 由轻到重的点 竖点 不要斜太狠啊 不要写成痞啊 然后你看横勾走 哎两边最侧的 竖可以微微长一点 你看这个鱼子头 就可以稍微长一点 因为下面比较简单 是吧 注意这个两个点啊 这里边这个四个点 给我写紧凑一点啊 不要写得太分散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 看一下这个岛山 横 顿一下 折过来 这个岛山写多宽呢 它把这个点给抖住就可以了 看见没有 横 哎 横 看到没有 这就是 这就是雪的写法 上半面是不是宽一点 然后下面 窄一点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生字 花 花 花字的书写 草字头 注意这是个中长横 不要写太长啊 哎 不要写太长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 树 短一点 上 长 下 短 上面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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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一 看见没有 然后在这个小树的正下方写撇 然后在这个 撇的偏上方写 树垂露树啊 看长一点 然后小撇 要出尖的啊 拉过来 树弯钩在这个撇的正下方写啊 树 弯 钩 往上钩的啊 大家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 这下面要 这是最低的部分 这比它要稍微高一点点 看见没有 然后撇要出尖 这个撇和树弯钩 再合着上面两个树 它的正下方 对齐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字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字 入 这个字比较简单 只有两笔啊 看撇 这个钠 你看头比它高一点 但是你不要高太多啊 你看 哎 直一点 脚压 出来 往两边延伸 这样放开 看见没有这个皮呢 这个头一定不要写太长 好我们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了